阿斯纳掉分 曼城也掉分 但是六普这里没有放弃 主场2比1逆转局势 成功击败对手 暂时登上英超榜首 而且目前跟第二名的曼城 差距是两分 所以我们进入片头之后 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六普主场2比1 击败布莱顿的比赛吧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ABT竹坛的YouTube频道 感谢你的点击进入本期的影片 那如果你是支持六普的球迷朋友们的话 不妨把这个影片点个赞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 或者是你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你看完这支影片喜欢又享受我分享的内容的话 也不要忘记按下订阅按钮支持支持一下本频道 今天这场比赛我选择的词汇是 计划 我认为今天晚上教练团所拥有的计划 都是执行的不错 特别是下半场45分钟 所有的调度 战术上面的转换 换人名额的使用 这些东西都是做到点 不过我们要开始聊这场比赛之前 我们还是得从上半场开始说起 因为上半场真的是超级无敌 真的就是差 控球率又低 打门次数又不多 打门质量又不高 就连传球次数 我记得我半场当时我去看一下 比对手来的还要少 你在主场里面 你的传球次数竟然比对手来的还要少 这一点我觉得是蛮糟糕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们的这个球呢 根本完全没有办法从这个后场呢 送到前场去 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中场就被 球路就被断下来啊 甚至是说我们在我们的中后场 进行这种组织进攻的时候呢 就已经被他们两位前线 Walbeck 还有 Jojenio Rooter呢 去断下来哦 Gravenberg 啊 Trend 啊这些 出球能力比较好的球员呢 上半场是完全发挥不出来啦 我们的中场完全是被对手压着打 几乎每一个对抗啊 抢二点啊 都是输给布莱顿的中场哦 最大的原因我觉得呢 主要是他们今天晚上的这两个中场配置啦 Ayari 还有这个 Hinchelwood 呢 我觉得都是偏 box to box的这种 攻兵型的中场哦 你相比起他们周中派上这两位球员啦 Moder 还有 Wifer 呢 Wifer 呢就是比较防守型的这个球员啦 但是Moder 这里呢 我觉得他是偏进攻型的中场啦 导致说他们中场对抗的这个部分 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脱节哦 不过今晚呢 Hinchelwood 还有这个 Ayari 呢 这两位球员其实都是打得很出色啦 特别是 Ayari 我觉得今晚呢 他的这个表现是很亮眼的哦 这两位球员的这个配置呢 我觉得比起周中来讲的话 这两个是会比较平均一点啦 加上了Sobostai呢 又会回到我们的这个424的这个 呃 吃压B强 导致说我们中场二人组 McAllister 还有 Gravenberg呢 基本上就是直接对上他们的这个 Ayari 还有 Hinchelwood哦 那这两个人我必须讲 上半场McAllister 还有 Gravenberg呢 是完全占下风哦 他们的表现得非常普通 甚至你可以说是水准直下啦 那我觉得呢 布莱顿首先上半场的这个进球 我觉得你真的是要给他们 Inter 的赞赏啦 Cardio Glu 那脚打门呢 是真的真的很漂亮 而且这个跑位呢 是非常完美哦 你看回那个进球的话呢 我们的后方线其实问题并没有很大 Simikas 呢 当时仅仅盯着这个 Georginio呢 我觉得是完全正确的啊 没有人会想到说呢 Cardio Glu 后插上的那个跑位呢 加上他的这个打门呢 会那么的完美哦 所以这个进球呢 你必须老实的说 这个是布莱顿一个很漂亮的进球 不过呢 我们下半场的这整个反应呢 就是很好啊 这个才是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利物浦啊 从第一秒开始呢 就打得更为激进啊 不管是抢球啊 还是发动进攻呢 我觉得下半场都是比较主动的那一方哦 你单单下半场的这个数据来看呢 数据上利物浦一共呢 就创造出了三次绝佳机会啦 11脚打门 而且残劫次数呢 是18次 比对手呢 足足多了8次哦 从这些数据下来看呢 利物浦是真的是到了下半场呢 才真正打起精神去打比赛啦 甚至到我们65分钟的时候呢 你发现你要更强烈的去追比分啊 0比1落后呢 换上了我们的这个 4-4-2的阵型啦 Sobosign呢 这里直接拆下来 让Dias呢 上场哦 McAllister这里换下来 让Jones呢 有更多这个空间呢 去控制啊 把握住球权啊 然后去 推进这样子啦 那另外一点 我觉得战术 点上面有趣的呢 我觉得是Gomez的这个 定位哦 虽然说我觉得啦 如果Kornati就算没有 受伤下场呢 这一个球员哦 打我们的这个 右中位的球员呢 他还是会有同样的职责哦 他的职责呢 就是把Wellback呢 紧紧的顶防着啦 下半场其实很多时候呢 Wellback呢 后撤到了这个中后场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Gomez其实跟上去哦 这一片空间呢 是留给Tren呢 去准备防守Mitoma的啦 你相比起上半场的话呢 更多时候是Tren呢 会被Mitoma拉开 那这一片空间呢 其实Kornati呢 是准备帮Tren呢 去做这种擦屁股的这个动作哦 导致说呢Wellback呢 上半场其实尝到很多甜头啦 下半场Gomez进来之后呢 他的这个责任呢 就是紧紧盯着Wellback就好哦 那事实证明呢 下半场呢 其实Wellback呢 也并没有尝到太多甜头啦 那Mitoma 上半场其实你会发现说 他对上Tren的时候呢 其实整体上来还是OK的哦 完全有 虽然有不少次的这个突破啦 但是最终呢 其实并没有转化为一个进球啦 完全没有什么有效果的这个机会哦 所以说可能上半场 你看到说Tren对上Mitoma 这个一打一的局面呢 是完全可以handle到啦 所以导致所下半场呢 你就做出一个调度 让Gomez呢 去紧紧盯着Wellback哦 那我自己呢 我是很喜欢Slot呢 在这个赛后记者会上面所说的啦 完全同意 我知道球迷们当然会希望 自己的球队呢 在90分钟呢 一直都是强的那一方啦 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东西是 非常顶级的联赛哦 你在最高级别的比赛中呢 你很难一直都是 强的那一方啦 但是呢你要做的呢 就是你如何从这个困境中啊 找到方案啊 而这一场呢 又要回到我今天选择的词汇计划 你换上Jones呢 更好的去控制住比赛的这个节奏 Diaz的这个前场比强跑动呢 是不输给Sobos来哦 Gomez呢 去紧紧盯着Wellback的这个计划等等等 这一些我都是觉得说 下半场呢 执行的非常好的计划啦 教练团做出的调度呢 本场呢真的是很有效果 给一点掌声鼓励他们啦 那现在呢就来选最佳球员啦 我认为有两位球员是值得去提的哦 首先呢 Cossa Simicas 我承认说我对于Simicas的看法呢 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替补球员啦 但是呢就以他晋级一场的这个表现来看 我感觉上左边位的位置呢 目前是很开放哦 因为毕竟Robertson上一场啊 对上布莱顿表现是相当糟糕的啦 加上他对了阿森纳的这个调球 又是他的这个责任呢 我觉得Simicas晋级一场比赛打下来呢 是打得很好哦 这一场比赛呢也是上半场 唯一我觉得打得比较有 有用心去打比赛的其中一位利物浦球员啦 那让我惊讶的数据上呢 是他的地面战的对抗8次全部都是成功哦 产劫次数也高达7次啊 绝对是全场最佳的人选之一啊 不过呢我个人心目中的这个最佳球员呢 我自己是会给到Joe Gomez啦 我觉得Joe Gomez呢 他整场比赛的这个表现者太出色哦 你来看看Slot的这个脸 你来看看Slot的这个脸 这个就是给Gomez呢 一个很大的肯定啦 那今晚呢 其实Gomez呢还差一点打进两个竞球啊 我相信球迷们呢 是多么希望可以看到他 取得六普生涯中的第一个竞球哦 那我上面已经说过他在战术上的重要性啦 那数据上面呢 防守呢两次结尾 两次阻挡对手射门一次的参截 同时对抗成功率呢 也是100%完美的哦 这个呢就是我所认知的 1920赛季的Prime Gomez 还有Virtual Vandai的这个组合啦 非常棒的表现 我个人的这个最佳圈呢 我会给到Gomez啦 我觉得他上场之后呢 是完全改变掉我们的这个局势的球员哦 那最差的球员的话呢 我单单看上半场的话呢 其实我是会选到Chain啦 我觉得主要不满意的地方 其实是他的传球 我上面有提到说啦 他的这个防守方面 其实我觉得问题是不大 这一场面对Metoma呢 完全是有能力锁死对手的哦 虽然是有被突破好几次啦 但是你看看数据上呢 其实Chain的这个全场产阶次数是最高的哦 比Simicas来的还要多哦 一共有9次啊 那我不满意的地方 是他传球方面一直做出低级的失误啊 上半场呢 差一点就送给对手一个进球哦 不过总体来讲 我觉得下半场呢 是有所好转的啦 反而让我觉得比较不满意 发挥水准之下的呢 就是McAllister 我觉得阿根廷伦呢 这一场比赛没有发挥的很好 不只是防守上 进攻上的传球也没有做到很好哦 反而是替补上来的这个Jones呢 才是把中场打得更加好的这个球员哦 所以总体而言 McAllister下半场是没有让我看到有什么进步的啦 所以呢 最差球员的人选呢 我反而呢 会给到McAllister哦 那欢迎你们大家留言告诉我你们的看法啦 我们大家一起在下方留言区来讨论讨论啦 那最后呢 就来总结一下我对于六普本场比赛的表现啦 六分 我觉得上半场就是很烂 下半场 计划很好 执行的到位 2比1 逆转布莱顿呢 算是slot底下一个非常热血沸腾的一个比赛啦 那今晚呢 安菲尔德的这个声响呢也是很大 球员呢 在下半场呢完全都是在线哦 Joe Gomez大爆发 唯一现在希望呢 就是Kornate的这个伤势 不要太严重啦 因为这个伤势真的是 我觉得有点太过可惜啦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主场呢 就要迎战龙格的这个Lover Cousin嘛 那再来就是这个艾美丽的维拉 两场大战之后呢 进入国际赛事休战啦 那我们就来期待呢 我们接下来的表现会是如何啦 好啦那以上呢 就是我对于本场比赛的赛后广告啦 欢迎大家下方留言告诉我 你们对于Lover本场比赛的任何想法 好的不好呢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啦 那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欢迎点赞留言加分享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啦 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拜拜 坐在电脑荧幕前面的你呢 现在是不是长这个样子 那快点抬头挺胸坐好啦 或者是呢 你需要一把呢 能够帮你调整坐姿的人体工学椅啦 如果你是住在澳大利亚的朋友们呢 那你又再找一把能够帮你缓解 颈痛背痛腰痛的椅子呢 我这里呢 刚好就有一个好康可以介绍给你啦 那就是西护人体工学椅 那我自己呢 现在呢 就是在用着这个西护M57的这一款人体工学椅啦 有非常精准的撑腰功能 也可以调整扶手的高度焦度 而且呢 非常简单快速呢 就可以组装好这一把椅子哦 那我自己呢 是已经用了四个月左右啦 我是一名剪辑师哦 所以长期呢 都是坐在电脑前面工作的啦 那我自从呢 用了这把西护椅子之后呢 我很老实讲啦 我的这个腰痛还有颈痛哦 的问题是有得以解决啦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的坐姿调整的比较好一点咯 那我这样呢 我才不会有拖背的问题啦 那当然啦 西护呢 其实也不只只有一种人体工学椅哦 它有大约九种椅子呢 任你去选择啦 所以如果你是住在澳大利亚的朋友们呢 那你又正好呢 再找一张要舒服的人体工学椅的话 那我可以推荐你西护这个品牌啦 那你可以去打上以下的这个网址 或者是呢 你可以去到下方的资讯栏呢 去点击连结哦 去看看西护人体工学椅吧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欢迎来 叫 转 演